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今天主要是代表市長來謝謝我們捷運公司的所有同仁 捷運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交通運輸 這段期間大家也都辛苦了 今天來主要大概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看一下我們全國第一台的自動語音的售票機 剛剛實際的操作可以看得出來 他只要用語音來購票,也可以減少接觸 甚至連覆摸都不用 我想這樣的一個機台是第一台 大概試用一段時間之後 如果它的一些效果、評估 未來怎麼樣能夠來擴大使用 因為台北市基本上是一個智慧城市 所以我們對於這些能夠盡量的能夠 可以很方便的來服務市民 所以這是第一個今天給大家看到的 我們來看一下它已經幾段時間了 看看它的效果怎麼樣 那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就像我們最近也在努力的把口罩的自動販賣機 那麼同樣的這些都是讓整個城市 智慧城市很重要的環節 這是第一個跟大家分享 那第二個部分 大家看到了我們的紅外線熱險象儀 那這個熱險象儀目前除了在中山站之外 也在台北站、西門站、市政府站 已經有11台 那麼來為市民來服務 那可以看出來 如果說 搭乘的乘客 在溫度上比較高的時候 達到37.5度 我們就會警示 那可以進一步的用耳溫 來測一下 那如果達到耳溫達到38度 那當然我們就會給他做一些 請他就醫 我想這個部分對整個大家的一個 健康跟安全 是做一個很好的一個管控 那目前看起來這個效果 也相當的不錯 這是第二個 今天跟大家來做分享的 那如果試辦 這樣的一個績效 這段期間做下來 那成效良好的話 我們會繼續的 在捷運站當中比較多的 乘客比較多的 像板橋站 像這個 中校復興站 還有這個 一些比較 龍山市站隊 大概就會繼續來裝設 那這個當然對整個 我們捷運的這個搭乘的品質 是會有所提升的 第三個 很重要是今天各位看到 我們這些 千人防疫就業 那這個是在這一次 所有對於失業 或者是 這些 無薪假等等 全台灣大家都在關注 但是台北市 我們做了一個 最直接 能夠幫助 短期內 那麼失業者 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措施 我們提出了 工部門總共提出了1000個名額 那在 短短的時間內 我們各個急促 就把名額提出來 這當中包括我們捷運公司 也提出了 456個名額 總共加起來有1000個名額 那已經上路了 那剛剛看到這些 在這邊工作的 這些朋友 也覺得很欣慰 因為 他們可能短期 一個月 兩個月 那麼因為 疫情的關係 而沒辦法工作 那現在他們能夠到這邊來 我看到 不只是說 在 閘門外面 來做相關的 這些 熱險象儀的 服務工作 或者在 站內 做清潔的工作 甚至舉牌 來做一些 協助 民眾的工作 我想大家都 能夠在工作當中 也有一種 服務的精神 所以對台北市來講 就是很重要的 那現在我們名額很快 1000個名額就用完了 所以現在已經進入了第二階段 我們已經 配合中央 剛才那個1000個名額 是由市府 我們自己 由市府的預算 六個月的時間 大概要花 一億八千多萬 那對市政府來講 當然 我們的 經費還是有限的 所以第二階段 2.0 我們就配合 中央的 中央也有一個 即使上工的計劃 那現在我們就開始在進行 但這個計劃就是說 比較沒有辦法像我們 可以達到 176小時 我們的計劃裡面 每一個人工作 他可以一個月大概可以拿到 兩萬 七千 八百塊左右 那中央只能做八十個小時 只能拿到一萬兩千多 但是 我們一推出 非常熱烈 目前報名零超過1000人 那目前的職缺 我們大概 700多個職缺 那現在都已經在做媒合的工作 所以很快的 我們把 1.0也好 2.0也好 能夠提出來 讓這些 現階段 需要工作的民眾 能夠在短期內 我們以工部門的職缺 來提供就業 我想這是一個 在這個疫情階段當中 我們希望能夠做的 努力來做的 就是 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事實上 對 年輕人來講 尤其現在又是 可能會面臨的不只是失業潮 還有畢業潮 現在接下來就馬上就大學畢業 這些又有一批的年輕人要投入職場 那看起來現階段的這個職場的環境 是有困難的 所以我們除了一方面自己市政府努力之外 當然我們也呼籲 中央一起來 怎麼樣能夠 有更好的 提出更好的方案 現在 現階段我們大概都是以工部門的職缺 來應急 但是就長期來講 應該還是要有一個 譬如說怎麼樣能夠把業界 如果說這個整個疫情比較趨晚之後 把業界的力量也帶進來 我想這樣才能夠為 現代的失業 或者是年輕人 找到一個合適的工作 那失業的情況是嚴重的 我們統計了一下 在 三月間 我們 跟去年同期比較 領失業給付的 大概超過 增加了56%左右 比同期 比去年同期 那四月份可能會更嚴重 失業現在才來到四月中期 那統計的人數已經 比去年同期 那麼目前大概 1800多 我們預期 三月份可能會 失業份可能會達到3000人左右 所以這些都是現在目前整個社會 所 呈現的一個現象 那市政府能夠努力來 為這些失業者 來找到工作 我想這是我們 責務旁貸的 大概今天主要 這個謝謝各位媒體的關心 我們大概把這幾樣事情 那麼替用今天的 也謝謝李董事長 謝謝我們的總經理 那捷運公司 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們希望給民眾提供一個 安心 而且這個 乾淨的一個環境 這是很重要 尤其是 這段期間 大家搭捷運 要戴口罩 已經成為大家 的共識 勸導的這件事情 從一開始 4月4號推出 勸導的人數 比較多 那現在慢慢的 已經都減少了 到現在我看 這個數字裡面 一天 大概就是二十幾位 可能沒有戴口罩 而沒辦法達成 所以應該這個人數 一直在減少當中 也看得出來 不只是台北市民 我想搭捷運的市民 在台灣搭捷運的市民的品質 都相當的高 我們期待說 大家一起努力 讓我們的捷運 能夠提供更好的服務 以上 簡單做一個說明 好 千人防疫 我們目前台北市所推出的 是 他一個月 可以做到 176小時 我們就不用天數 我們用小數 因為這樣的話 比較讓我們需求的單位 比較彈性 176小時 一小時是 158塊 所以算起來 大概 27,000多 27,000多 以市政府來講 我們還要承擔 勞保跟健保 所以一個人 一個月 大概要31,000左右 31,000的話 我們給他六個月的時間 所以大概 一個人 在這個工作上面 我們必須要承擔 大概 18萬左右 所以 1000個人 剛好是 1億8千萬 這是我們目前 市府所推出的 但是 中央的 我們配合 勞動部 推出的 我們 千冷防疫的2.0 那個部分 就是小時 比較少一點 只能一個月做到80個小時 所以他 80個小時乘以158塊 所以是12,640 其他的保險等等 當然都是包括在裡面 大致上的情況是這樣 我們在看成效 對 總經理這邊 董事長 大概有提到就是說 看看這一台 設置之後的成效 也許要三個月 看看這個三個月之後 如果實施成效好 我相信成效是不錯的啦 剛剛看到那個非常的方便 但是這個 我覺得可以 如果說 成效好的話 可以加速 加速來推廣 我想這個對民眾來講 的確是一個 蠻好的 讓整個這個 購票的品質 可以提升 其他的國外事情 像 有些什麼說 然後除了 那個板橋 龍山子 和中小 還有哪一些 現在你會設置 沒有 我們就按照 按照這個計劃 目前11台 現在因為買不到 後進過來 都被烏美搶走 這個是一個很實務的問題 目前我們已經有11部在服務 當然 捷運公司這邊 我想也希望能夠 多設置 我們原來是買16台 但是因為 現在這個階段裡面 其實也要跟人家搶貨 所以目前我們 先以這11台來服務 那接下來的幾個站 我們會積極的 如果能夠買得到 這個 紅外線的熱險象儀 能夠買得到的話 我們就 盡快來設置 因為最主要現在這個市場 你想買都不一定買得到 好 OK 好 好 我想問 我們實施那個 紅外線線以來 有個人是因為超過37.5倍量耳溫 或是說量了耳溫 在發照顯示不救了 有沒有 對 我們量了以後 大概有發現大概 有4件 4件是超過38度的 超過 超過38度的 38度的有兩件 由119直接送醫院 那其他兩個是由清流接走 其實我有一個數字我倒覺得蠻看到那個捷運公司的數字 就是我們從4月4號開始做 開始做這個要戴口罩 那4月4號到今天 4月15號 其實才11、12天的時間 可是你看到那個 民眾 原來沒有戴口罩 當然沒有戴口罩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我們提供紙口罩 我們捷運公司很貼心 提供那個紙口罩給他 那有的人都 他樂意接受 就戴紙口罩上車 那有的人他就可能比較沒有意願 所以他就不達成 那以不達成的人數來講 4月4號大概有900位 到4月13號 剩下25位 我想這個數字就比較具體 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市民 市民戴口罩上捷運 他已經變成一種習慣了 我覺得這個也是不斷不斷的宣導 也謝謝媒體幫我們做很多的報導 所以大家也都逐漸的了解 戴口罩這個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還有一個問題 之前有一個女性就是不戴口罩 然後有一個要開罰 那目前開罰經理 先前那個旅客 我們已經依照規定 開罰單 但是這個行政成績就是送到 市政府的一個衛生局 衛生局還要給 也含請他來做一個回覆 有沒有這個意義 如果沒有意義的話就會依照規定來開罰單 他這個 他這個都有主管機關 就是市政府 市政府的主管機關就是衛生局在 在在在 在罰 依照規定 規定是3000到15000 3000到15000 當然這個 我們一般在做這種 這種這個 裁解的時候 一般來講 我們 尤其是比較初期 等於說 初犯 我們會比較 從 比較 從清 他有一個 有一個行政材料 3000到15000 那這個部分我想我們應該是會 會看那個當事人的態度 以及這個事件的 這個情況來做採訪 好 那就 謝謝各位 好 謝謝